欢迎收看90后全职宝妈的一天 昨天发现小宝的手长了几个小泡泡 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脚还有手长了好多呀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太多了也不敢乱用药 还是带去医院看一下 送小西瓜去上学了 我们就来到门诊这里了 医生说是泡诊要输液 我和合伙人都觉得小宝他也没有发烧感冒什么的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还是先吃药观察一下情况吧 医生就给我们开了两种擦的药 还有一种吃的我们就回来了 合伙人他说要去办点事 我就和小宝先回来了 用洗手液把小宝的手脚 需要擦药的地方都洗一遍 长痘痘的地方都还挺多的 除了手脚嘴巴小腿 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被感染了 看一下他的嘴巴也长了密密麻麻的小豆豆了 给他擦了一点料 为他睡着了 我就出来摘豆豆 才几天没有摘又长了那么多了 有一些都已经变老了 一天一个样啊 我先说 你长痴伞回头望 千言无意想 准备要回去的时候 在这里发现了两根黄瓜 都被叶子盖住了 不细看还不知道这里有黄瓜呢 那个藤子小小的一根 看这些玉米高的高 矮的矮 大小的不一样 今天有人开始来学校这里施工了 下面那一条路 昨天已经都开成大路了 这上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搞 就怕等不到玉米成熟了 这些小一点的 就每天搁一点回家给小兔子吃了 他还挺喜欢吃的 今年做的有点晚了 像这种小小的 留到后面了他也不好 还是把他搁回家去 回来的时候 就听到小宝在那里挖挖大哭的 哄了好一会儿 所以要带他来喂兔子 他才跑过来的 喂米饭给小兔兔 他都不怎么喜欢吃 就喜欢吃这些叶子 可能是天气热了 他也是很渴吧 这个天气太热了 就是很想喝水 拿了两个黄瓜 小宝还有我印了一个 这些黄瓜都没有牵藤 长在地上有一些石头 磕到他的皮肤都不怎么好 把皮咬掉 里面还是可以吃的 想起来小鸡可能也渴了 拿两块给他补充一下营养 刚刚我又发现这个洞里面长出了好多的蚊子呀 去搞了几坨泥巴来把洞洞给堵上 这样他们就肥不出来了 家里面的蚊子应该都是从这里肥过去的好多 合伙人煎小西瓜放学回来了 挑两坨软一点的给他当菜泥丸 剩下的我就扔了 合伙人他今天没有买菜来 去捡几根广菜来炒着吃 把他们都剥皮了 用盐腌一下 现在我先来炒一个豆角还有土豆 把他们两个的皮煎的皱皱的 再放一点水来满一下熟了就可以了 广菜刚刚用盐来腌了洗了几遍再拿来炒 放西红柿进去就很好吃了 合伙人说他今天要去上班了 还是去跑车 接了一个单子是十点半的 也不知道他晚上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锅炒菜的时候压压晃晃的 有时候拍视频都顾不上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想买一个过来庆祝一下 姐妹们你们觉得我是换一个锅好呢 还是搞一个煤气罐呢